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15世纪西欧航海家开辟新航路中最重要的航海活动 当时欧洲各国开始经济竞赛 纷纷通过建立贸易航线和殖民地来扩充财富 哥伦布提出的向西航行到东印度群岛的冒险性计划 得到西班牙王室的支持 之后他在1493年1498年1502年三次到达美洲大陆考察 促进了欧洲与美洲的持续接触 并开创了航海大时代 对现代西方世界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 然而哥伦布至死都认为自己抵达的是印度 这就是美洲土著被称为印第安人的缘故 最近外国媒体上出现一个热议话题 那就是假如当时哥伦布占领美洲后又发现了东方的中国 历史会怎样发展呢 不少好奇的外国网友也对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要知道当时的中国正处在红制中兴时期 实力十分强大 不少人以为这无异于以卵击石 毕竟当时的远洋航行技术水平还十分有限 西欧军队千里迢迢而来 必然经历巨大的消耗和折损 可以说毫无优势 光是战斗所需的舰船和兵力就是个大问题了 其次当时的明朝正处在黄金时期 文明水平和军事实力远非美洲土著可比 西欧舰队再强也会遇到顽抗的阻击 几乎大部分的外国网友都觉得 哥伦布真的航行到了中国 恐怕只会有去无回 很难像达加玛那样侥幸回到欧洲 无论在海战和陆战能力上 明朝军队都不落下面 再加上主场作战 人口数量庞大 不管欧洲派来多少船队都将全部被击沉 毕竟1521年 明朝军队就曾在屯门海战中大败葡萄牙 第二年卷土重来的葡萄牙军队再次无功而返 西草王海战以明朝大战而告终 还有些人则说 哥伦布可是看马克波罗行迹长大的 对中国是心向往直崇拜不已 哥伦布要是真到了中国 恐怕只会是膜拜而万万不敢动手的 你怎么看 哦